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以整容中毒的主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记得订阅和点赞哦 几年前刚开始在整形医院工作的时候 我以为整形手术还算是比较特殊的手术 因为整形手术并不是为了生病或受伤 而是为了变漂亮做的 当时大部分人们以否定的态度看待整容 所以医院方面隐瞒整容的事实的情况也很多 但现在在韩国整容并不是特殊的手术了 深受大众喜爱的明星也在电视上堂堂正正的公开自己整容的事实 因为整形手术已经大众化了 这其实是反映了人们为了变漂亮的需求 同时整形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整容技术发展的今天 有句话 没有就整过一次龙的了 而我在整形医院里工作的时候 经常见到整容上瘾的顾客们 最普通的整容上瘾的原因是 对自己的要求太高 虽然自己有充分的魅力 但本人不满意 所以迟到满意为止一直做整容手术 但是按照我的经验来说 肿龙越做得多 它的效果会越来越差 肿龙手术不像数学公司那样 1加1等于2 也就是说即使移植性对多个部位进行手术 也不会因手术次数过多变得更漂亮 有时1加1不一定等于2 就像我们在二层建筑上进行四层的改造 之后又进行六层的改造 这样的话这个建筑最终只能 到它跟这个一样的道理 有些人做过双眼皮手术 如果变得漂亮的话 与其他五官形成对比 会显得另外一个五官不够如初 又修改其他不满意的部位 这样下去可能会没完没了 整容手术毕竟也是一种手术 不能像去美容院修头发 或者在百货店买衣服那样 想的那么简单 一旦做了整容手术 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所以最好珍重决定手术 另外一种整容上瘾的类型是 总是依靠他人的意见 进行手术的朋友们 今天听这个朋友的意见 手术后又听另外一个朋友的意见 又进行手术 这些朋友们大部分并不是需要整容 而需要的是周围的关心 美的标准是主观的 如果不是本人平时感到自卑 最好忽略他人的意见 但是如果本人觉得需要手术 就有必要适当听取周围人的意见 让周围的十轮以上商量一下是否需要手术 中和判断后再做决定 如果十轮中有六轮的意见相似 可以考虑做手术了 如果决定做手术的话 希望大家在镜子前仔细观察自己的脸 想象一下适合做的样子 比如什么眼睛合适 双眼皮的大小 内双和外上中什么类似比较更适合 开眼角开什么样等等 都要事先考虑好 如果光是想此事让我变漂亮就好 就很难真正变漂亮的 有时人们幻想肿容后一定会变漂亮 整容并不是从无到有 更不是立即改变先天的条件 希望大家通过整容手术 可以一点点改变自身条件 创造更好的协调和平衡之美 最后一种整容上瘾的类型是 只关注自己能看出来的小差异 不仅恒的地方的朋友们 脸上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对称 比起微小的差异 更应该观察整体印象的变化 如果只周围小事情 而想要改善的话 很容易陷入整容上瘾 因为有了这种再稍微修改一下 就会变得更好的不实际的期待感 会导致反复进行手术 无法免回的结果 整容上瘾是任何人都有可能陷入泥滩的诱惑 变好看并不是通过整形 而是通过自己发现内心深处的自信 来寝藏自身的魅力 希望大家进行健康的整形 以上是金市长 希望这些内容对整容感兴趣的朋友们带来了帮助 记得订阅和点赞哦 还有如果大家有想了解的主题有的话 也可以下面留言哦 金市长下一季更好的内容 与大家见面 大家拜拜